我们这个片段具体说A股的点位对这个世界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发展特别是从中美关系的这个角度来说 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那我们说前面4月份的时候我做了一集萧条的节目 我说概率未来3到6个月 现在是2到5个月是吧 概率是30%到50%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A股就涨不太上去了 它可以接其他的泡沫 因为时间太短了 其他的东西如果啪啪啪都在奔跌的话 那么A股就没有那么大的上涨空间是吧 但是还不会跌得太狠 因为它本身泡沫并不算太严重 并不像其他的那么严重 调整的压力那么大 像比特币一样的非常的不稳定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A股 我觉得它就是3500点到5000点 甚至我们说3500点3600点 就今天28号的点位 3600都到不了 那么到甚至到3000以下这是有可能 但是不会我觉得一下子奔得很厉害不至于 应该说3000多还是有的 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刚开始是不容易出问题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这种销掉方式它不是这种键叉石 它是螺旋下跌 对吧一点一点来 像我觉得的话从5月开始很多东西已经开始跌 跌得很厉害 很多朋友说你说怎么没有表现 其实这个看后面的合作程度 如果一点都没有合作 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品种加入下跌 比如我们看最近这很多通胀的品种 这个金属板块就已经出现了下跌 然后还有就是先粮食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调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比特币 这已经是三大泡沫中间的一个了 它已经爆裂了 各位它已经爆裂了 很多朋友我劝大家是不要抱有幻想 不是说完全没机会 机会不大 我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算说中美有合作 我觉得比特币可能机会也不是很大 它可能已经是被其他的货币体系会慢慢的吸收掉 这个我们再说 然后我们第一个点位 3500到5000 甚至更低一点点 我们主体的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 然后第二个是5000到8000 我觉得这个程度的泡沫是比较危险的 就是泡沫实际上是比较大 比较危险的 如果A股能涨穿1万点 它反而不危险 这个泡沫反倒是比较坚挺的 这个怎么理解呢 点位低你还泡沫还低 点位高泡沫还没有泡沫 你逗我吧 你搞笑吧 我来搞笑的 我搞笑我聊天了 为什么呢 我的理论是这样子 如果说涨到5000到8000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更危险 就A股 为什么 就是5000到8000 它还没有进行一个国际合作 我说的是我们中国的A股 成设是成分是什么 很多基建公司 对吧 我们三个片段说了 他们对于这个 他饿了 他并不是游不动 他饿了 很多朋友以为游不动 不是的 那你看我安抚一下他就安静下来了 然后是这样的 美国的科技公司在中国叫科技公司 在西方叫在发展中国家叫空想公司 中国的基建公司来到了第三世纪叫做科技公司 叫做他们的God是他们的神 因为可以把城市化送给他们 因为可以把电力水电送给他们 因为可以大幅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跟幸福感 而美国科技公司做不到 就这么简单 但是如果说只有5000到8000点 他的钱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他只是以一种泡沫形式而已 但是如果说来到一万点的话 能够涨到这个程度说明什么 说明我认为中美已经开始吃光阴土 在萧条的威胁之下已经进行了合作 那么进行合作之后 中国的科技公司可能已经在全球开花 而这是在美国的默许的情况下面 如果是这样 那不是这就不算一个泡沫 各位这不是泡沫 这是一个全世界再次城市化 我们说了这个问题 第三次全球人口大流动又开始了 那么前两次 一次是中国内部的城市化 一次是美国的这个人才的全球 全球人才去往美国 包括苏联的这个解体的这个人才 也全部去了美国 美国才能今天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能推动全球的再次城市化 有中美的共同合作的话 一万点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对不对 好 那我说了这个点 就是我们前面一个片段说了这个问题 我说只有5%到10% 虽然我没说一万点 但是我说的概率可能就是5%到10% 是吧 可能性不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很多朋友都清楚 你看看今天股市表现不是很好 我觉得一部分原因就是美国又开始 拿Valance说话 你要知道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已经美国已经自己修 康复好了 这叫我们说的第二点就是5000到8000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点位很危险 以前我们中国解决问题从来都是拖 对吧 比如说农村有黑社会问题 我们先不解决 先等一等 城市化一来 农村的瓦解 还有什么农村黑社会 那黑社会你到北京上海你混得开吗 你到深圳你去搞黑社会四样 你在村里你牛 对吧 你到城里去你还啥黑社会 对吧 不钉死你 对吧 这问题就解决 这叫拖就解决 但现在要拖的是美国不是中国 就5000到8000点 实际上的话就是说 这个股票市场 我们前面说 如果前几年的话 我们说那会贸易战的时候 中国如果有一轮牛市的话 在15年 其实当时也会让人比较放心 但是没起来 然后当好就好在 其实房地产起来 其实更安全 如果想想当时是15年 股票市场一直来到1万点的话 实际上1617年的会市 可能保不住 有这个可能 但是因为房地产市场 这个起了泡沫 从上海一直涨到县城 还好这个泡沫就没事 保住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美国要拖 你比如说 我刚刚说这个virus 为什么要拖 他现在想放6万亿 因为没钱 他去不了命 但是如果他这么做的话 很有可能什么呢 中国人比国际化一做 他就扛不住了 那他为什么 他从战略上 他就要打压你 就要说一些这种 已经过去了 你自己的疫苗都打完了 现在来说这个问题 你要说你当时疫情重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的说法 一种猜测 好 那继续说 那为什么5000到8000危险 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去 是吧 这个点位的股票表明什么 我们中美还没有彻底开始合作 也许双方都还有摇摆 还在想这个问题 但这个时候 A股泡沫已经很重了 我们说了 你要想A股没有泡沫 必须要让中国一带一路 在全球进行 他打开天花板 把天花板玻璃给打碎了 然后就无限生长 对不对 一望点就才是开始 而不是泡沫破裂的时候 但是5000到8000 你自己憋在国内 然后你这个基建公司干什么 我们高铁铁工机 已经修了好多年了 对吧 很多地方 你看我们出钢产量 已经12亿吨了 再提高多少 我们国内来个24亿吨吗 但是如果在全球范围内 我们刚上一个片段说了 别说24亿吨 50亿吨的铁矿石都用得掉 从阿根底一直修到倭泰华 那这不是挺好的吗 所以说5000到8000 你一成长起来 美国时间闯息了 泡沫一爆裂 美国又闯息了 这就划不来 但是这个概率也较大 因为我们说现在其他的 我们说比特币 今天又是开始下错了 这个感觉 我们说了不要抄底 这个萧条 目前的萧条 这个可能性是大的 而且我们说 这个方向也是并入萧条方向 如果A股只能到5000到8000 这只是这颗星球上 最后一颗泡沫 仍然是这个判断 那么它仍然是一种萧条 只不过推延推迟了一点而已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星球没有科技合作 没有更多人加入生产 也没有非常爆炸性的这种发明 哪里来的经济繁荣 是不是 当然是往这个衰退的方向上走 所以我们用1减去30%到50% 再减去5%到10% 大概是20%到40% 不能估那么准 我们怎么聊 5000点到8000点A股 我觉得也是蛮危险的一个事情 然后的话 我们说3500点以下 也要给一点的比例 但是其实可以并入5000点以下 5000点以下 以目前的全球的这种对各种资产的评估来说 5000点以下没区别 就是说2500点 还是说5000点 区别不是很大 有区别 但并不是说像中华美股币圈这种 让人狂乐到已经是 没有人相信它会跌 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人 已经空头已经被打爆了 你看前一段时间币圈的空头 已经被打爆了 没有人敢说 它一天可以长好几倍 你说狗狗币这些 你说这空头怎么生存 到狂乐到这种程度 好 这个点位就跟大家聊到这里